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晨早新聞報道 各位,今天5月11日,歡迎收聽香港台一節新聞,我王俊營 上議院審議極具爭議的非法移民法案一如外界預期,遇到的阻力不小 坎特伯雷大主教表明,法案不可行,亦不符合道義 針對非法移民問題,去年仍然是王署的查理斯被指同時任首尚約翰遜在盧瀟達見面時 向對方表達對盧瀟達的迫不滿,再引發兩人關係惡化 根據唐寧街首相府前通訊總監Gato Harry 說法,去年6月在盧瀟達舉行的英聯邦峰會 約翰遜與查理斯同場,亦有握手 查理斯此前說,盧瀟達計劃嚇人聽聞 約翰遜在兩人接觸的15分鐘內,警告查理斯刺脈乾淨 並且強烈警告他刺脈在致辭時提及任何奴隸問題 說如果是他就會很小心,否則就會斷送自己前途 Gato Harry 說兩人關係自止破裂 唐寧街當時否認兩人有發生言語衝突 而約翰遜表示兩人只是路生上談 最新,親約翰遜的消息說 約翰遜並不認同Harry的說法,形容不準確 事實上,兩人過去屢次在英國政府政策上交鋒 包括脫鉤、建屋風格和基因改造食物等議題 兩人的看法都有分歧 接近政府高層消息說,如果以報紙獲分 約翰遜就是每日電信報的人,國王就親為捕 認為約翰遜將查理斯歸類做工黨前首上百高噸的一類人 另一個消息就向The Spectator 表示 約翰遜是查理斯為皇室版本的麻將安、挑剔和多管閒事 英國政界爭議聲音不斷,執政保守黨也掀起爭拗 針對脫鉤問題,三位成政府決定撤銷歐盟法律死線 約翰遜盟友前商業大臣李斯明指控手上三位成違反承諾 李斯明說,如果政府不制定死線 歐盟法律會繼續存在,並且維持一段長時間 既然要推政府去處理非常困難,似乎沒有人想去有效處理問題 商業大臣巴登諾克為政府護航,說政府自力終結英國歐盟至上的定位 認為脫鉤派人士應該要務實,做正確的事 他說,目前政府已經截銷過千條條文 而今年年底前會審視二千條,目標是取締六百條法例 李斯明去年出任商業大臣期間定立死線 認為廢除歐盟法律可以提升英國經濟競爭力和降低通脹 更值得三位成違反承諾 三位成去年黨魁競逐輸給蔡惠斯,當時他的競選承諾是將歐盟法律廢除 不過多個保守黨議員對現時政府決定不設立死線表示失望 二十個後排議員向黨邊表達關注,部分議員更直接去唐年嘉遊說 英國2020年離開歐盟時,將幾千條歐盟法律納入英國司法系統,減低對企業影響 估計有四千八百條法例 而蔡惠斯政府將死線設定於今年12月 除非官員決定將條文取締或維持,否則大部分盧盟法律會自動失效 在野工黨說,要在指定時間內廢除超過四千條條文,形容情況惡劣和不真實 商會就認為死線是不自實際,亦會令重要法例被意外廢除 看英國財金消息 英倫銀行宣布加息四分一離去到4.5離,符合市場預期 七個委員投票支持加息,兩個委員贊成維持利率不變,沒有人支持減息 央行重新,通脹預測明顯偏向上行,並且說維持利率指引不變,預期短期內仍會加息 由預計今年GDP將增長0.25%,下年GDP增加0.75% 美國聯邦儲備局,澳洲央行今個月初先後加息四分一離 美國利率區間大乎5離至5.25離,而歐洲息率就升至3.25離 轉一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441日,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說會保持火力 直到更多軍事援助交付後才向俄軍發動反擊 據報英國的Storm Shadow巡航導彈已送抵烏克蘭 澤林斯基說雖然憑烏克蘭現時擁有的軍事設備,護軍有能力進攻並且處得成功 但他認為這樣做會造成大量士兵死傷不能接受 所以需要更多時間等待各國提供軍事援助 美國CNN另外引述消息人士說 英國已向烏克蘭交付遠程Storm Shadow巡航導彈 以加強烏軍反工作戰能力,但只限於在烏克蘭主權領土使用 外界相信有關巡航導彈可用範圍包括克里米亞 因為英國一直將克里米亞認定為烏克蘭的主權領土 並形容俄方非法吞併克里米亞 巡航導彈射程超過155英里 射程比美製地對地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少30英里 但已足以覆蓋烏克蘭東部目前由俄羅斯控制的領土 美國首次批准將扣押的俄羅斯資產而交國務院 將會轉送給烏克蘭,但未透露金額規模 總監察長Merrick Garland宣布 首批因為制裁而沒收的俄羅斯資產將用於援助烏克蘭重建工作 而補償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不公義戰爭所造成的損失 其他消息 巴基斯坦局勢緊張,國內近代最出名的前總理伊姆蘭漢被捕和監控 引發示威席捲全國 警方說示威造成最少8人死亡、300人受傷 另外大約1,000人被捕 伊姆蘭漢被控在在任總理期間涉嫌貪污和煽動叛亂等幾十項指控 巴基斯坦政府說伊姆蘭漢不配合當局調查因而被扣留 案情說他在任總理期間收受土地賄賂以換取政治因違 但伊姆蘭漢否認指控說土地捐贈是屬於前市目的 伊姆蘭漢另外被交控出售出訪時收到的禮物賺取收入 近星期三在定政會上否認指控強調自己行為符合所有法規 而伊姆蘭漢領導的正義運動黨表示會在法庭上挑戰逮捕伊姆蘭漢的合法性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透過發言人發表聲明說關注到巴基斯坦的示威活動 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不要使用暴力 當時呼籲巴基斯坦當局處理伊姆蘭漢案件時尊重司法程序和規則 看香港消息 香港政府多次點名譴責專子文化後 《明報》宣布《Emily版專子文化》和《世紀版》《什麼議員文化》 星期日開始停刊 《明報》編輯部表示 多謝專子四十年來和《明報》見證時代變遷 而專子回應多家傳媒查詢時說 停刊原因深照不宣 形容高低起伏常有,但總見前路 又說漫畫停刊屬於香港故事一部分 對停刊感到可惜 基於市民要因應局勢加倍努力 香港記者協會對事件表示痛心 讚揚專子勇於為時代發聲 質疑事件令香港言論自由空間進一步收窄 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 認為在用公權力的特區政府連番追擊專子 反映香港容不下批評聲音 令傳媒機構或擔心刊在內容遭到猛烈批評或被指違法 作為政府會虛心接納不同意見 但對於不實言論或與事實不符的事 必須澄清,讓市民清楚知道真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說 明報會比較清楚停刊決定原因 但根據《基本法》、《人權法》和《國安法》 香港市民享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如果編輯不想有人利用相關平台 以不實和誤導性指控抹黑政府 煽動市民對政府不滿 而作出停止決定,屬於負責任做法 他說自己又留意到記協聲明並予以強烈譴責 強調政府樂意接受批評 但批評需要、見基於事實 不能以誤導性指控、煽動市民抹黑政府 又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並非以某個身份控制某個平台 就可以不負責任地網顧事實 作出每刻政府言論 早前無國家記者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指數 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 香港排第140位 只是好過索馬里 據報導,香港政府只是計劃早以 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和在居處離世的條例草案 目標今年之內提交立法會心意 條例草案建議 容許年滿18歲精神上有行事能力的人 可以定立預設醫療指示 指明一旦失去精神能力行事而離患指明疾病 不括病情到末期 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或持續植物人狀況等等 可以指示不施以維持生命治療或不進行心肺復蘇 條例草案將會定明 定立預設醫療指示時 必須有兩個見證人在場 其中一人必須是醫生 順立病人定立指引時 精神上有行事能力 亦需要向病人解釋 預設醫療指示的性質 以及拒絕治療後果 這兩個見證人都需要符合某些條件 包括無權享有病人為散的任何權益 政府又會修例如果臨終前14天有醫生診斷 病人可以選擇在居處離世 即是醫院意外的地方 包括家、安务院或護養院等 香港台一則新聞報道員 有些診施 有些診施